要进行二因子混合设计的变异数分析 在分析当中,一般线性模式选择重复量数 受试者内因子是V1,V2,V3,命名为V 有三个水准 点选新增 再选择定义 将V1,V2,V3选择到受试者内的因子 受试者间因子是A 在图形当中,将V因子选择到水平轴 A因子选择到个别线 按新增 再点选继续 选项当中勾选叙述统计 效果大小估计值及同值性检定 按继续 再点选确定 完成整体分析 要进行单纯主要效果 在分析当中,选择一般线性模式 重复量数 直接点选定义 在选项当中 将A及B 同时点选到显示平均数当中 比较主要效果里面 勾选 Bomferroni法 接着点选继续 在点选贴上之后 接着在语法的第一列 将A改成A乘B Compare后面 补上B 第二列改成B乘A Compare是A 接着选择所有语法 在点选执行选取范围 进行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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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